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们去世界看看 从我们决定要去鹰发旅行到启程的这一天 将近筹备了半年左右 终于带着期待又紧张的心准备出发了 耶 新的旅程即将开始 这天我们要搭乘的是阿联酋航空 晚上11点35从桃园国际机场第一航下起飞 对价不多的上班族来说是不错的选择 经济舱的位置有比较大耶 还有附食用的过夜包 起飞后的第一餐好吃 起飞后的第二餐还好 坐了9个多小时的飞机终于到杜拜了 下飞机就跟着人群一起走去转机 顺着转机指标走 途中随身行李需要过一个安检站 检查完之后就顺着手扶梯走上去 一上去有超多棉税店可以逛逛 有卖金光闪闪阿拉伯风格的咖啡壶和杯牌 还有骆驼牌巧克力 即使是杜拜时间凌晨5点多 机场的游客还是超多的 就像个不夜城 杜拜机场真的太大了 连电梯也超巨大的 现在就要转程去第三航下 之后再转程机场电车去B19等机口 指标相当清楚不容易搞混 我们在杜拜只有短暂停留两个多小时 待会就要搭乘阿联酋航空EK001 上午7点45从杜拜国际机场第三航下起飞 走到B19等机口天都快亮了 阳光从弧形玻璃帷幕洒入 搭配帆船造型的航下 怎么取角度都觉得好好看哦 终于又要出发咯 从杜拜飞伦敦西施洛机场 还要在7小时30分钟才会到 真的觉得搭长途飞机就是不停的被喂食 第一次体验转机感觉比直飞还累 我们终于抵达伦敦西施洛机场了 领完心力准备前往伦敦市区 跟着机场内Underground只是排走 就可以很顺利的找到地铁站了 再使用售票机购买与处置Oyster Car 搭了约40分钟的地铁加步行约7分钟 到了我们在伦敦四晚的住宿 放完行李就迫不及待出来逛逛 觉得好不可思议 我们来到欧洲了 我们正走在伦敦的街上 即使刚下飞机有时差 还是要把握住待在伦敦的每分每秒 先到华铁卢车站办七日旅游卡 傍晚时分的伦敦天空还是很亮 我们离开车站后就往惊喜富道桥走去 打算漫步走去看伦敦眼 伦敦眼树立于泰晤士河南畔 本来是为庆祝千禧年的暂时性建筑 计划营运五年后拆除 因深受大家的喜爱 而长期被保存下来了 沿着泰晤士河畔往前走 看到伦敦街头复古又经典的红色电话亭 还看到历史课本出现过的大奔中也 竟然出现在我们眼前 西敏宫又称为国会大厦 是哥德附近市建筑的代表之一 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西北角的钟楼就是著名的大奔中所在地 一路往前走可以大奔中西敏市为背景 拍经典位十足的照片 出发前一两个月 西敏桥才发生恐攻 走在桥上特别小心翼翼不停张望 但还是忍不住被长得像痘痘先生的街头艺人心已住了 这附近还集结许多伦敦避坊的景点 走在伦敦街头 眼前的景色有历史悠久的传统建筑 一转身现代时尚的大楼出现在身后 是一座现代繁华 又保存不少历史痕迹的国际大城市 西敏市 全名是西敏圣彼得协同教堂 属于哥德式建筑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门票不便宜 抵达伦敦的第一天 信匆匆看了伦敦眼大笨中和西敏市 慢慢走到圣詹姆寺公园外 看到巨大枫叶书和远远的白金汉宫 慢慢打了一个喷嚏两个喷嚏 属不清的喷嚏 才发觉鼻子怪怪痒痒的 开始注意到空气中飘散着不明雾 难道这就是花粉 没想到来到伦敦竟然得了花粉症 皮卡地里圆环 皮卡地里圆环 早期是零售商店集中地 现在是人潮聚集的伦敦逛街购物景点 最后去超市采买一些食物 结束在伦敦的第一天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